4月20日,加士德纽约拍卖会传媒预览在香港举行 梵高、沃霍尔、莫奈等巨匠的杰作登场亮相 提到波普艺术,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安迪·沃霍尔 加士德亚太区副总裁何善恒向记者介绍 沃霍尔《枪击玛丽莲·舒威草蓝色》的画作 可称为美国波普艺术最登峰造极之作 预计该画作将成为加士德拍卖史上成交价最高的20世纪艺术品 这张是我们今次纽约夜拍的一张重点作品 我们估计会以两亿美金成交 《玛丽莲·蒙露·沃豪》的作品生涯面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 总共这个系列有五张作品 其实《玛丽莲·蒙露·沃豪·蒙露·蒙露的形象 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蒙罗丽莎 它改变了整个世纪对美学、对审美、对流行文化、对普普艺术 你会见到这张作品前其实是没有人用这样的颜色的调配 那个combination 它《艺术史》上绝对是一张20世纪最重要的形象 据介绍 该画作全部拍卖收益将波娟基金会协助建立全面支持系统 以医疗及教育计划为中心为全球弱势社群儿童提供帮助 由于拍卖的收益将会悉数用作慈善用途 因此拍卖将成为继2018年的戴维洛克菲勒夫妇珍藏慈善拍卖后 成交总额最高的慈善拍卖 同场亮相的梵高杰作 阿尔皮勒附近的田野预估拍价约4500万美元 加世德亚太区副主席何信奇介绍 梵高于1890年初入驻圣雷米疗养院时 曾把两幅油画寄给住在马赛的好友约瑟夫鲁林 这幅珍稀之作便是其中之一 他于同一片田野中创作的另一幅风景画 目前收藏于荷兰的库勒木勒美术馆 这幅是1889年梵高最成熟时期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1889年梵高已经创作在一个巅峰状态 很多作品很多成名的作品 包括星爷都是在同时期创作的 我们可以看到梵高在这个时候 他用的笔触是很奔放很expressive的 也正正是他满年作品的一个特色 据悉包括这两幅画作在内的多幅名画 将登场加士德5月举办的纽约拍卖周